好,在安装完虚拟机软件过后呢 那我们的第二部曲就进入到了安装操作系统 那么在安装操作系统之前呢 我们先给大家提出一个概念 叫Linux Distribution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翻译叫做Linux的发行版本 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在Linux操作系统 它对我们这个计算机是怎么理解的 操作系统呢 它在Linux设计的设计最初 它是这样来做的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圆圈呢 是我们的硬件 比如说我们的CPU啊 我们的硬盘啊 我们的南桥北桥等等 包括USB控制器等等这些 可能都是称之为硬件 然后呢这个圆圈呢 我们称之为用户 那么用户是不是直接操作这个硬件呢 我们说不行 这个呢在我们设计之初 就已经把它否定了 那它怎么设计呢 它这样设计的 在硬件的上面 有一个叫做Kernel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内核啊 来进行什么 具体的管理 那么这个Kernel 我们来看 比如说是我们的Kernel 好 然后呢Kernel是不是直接给用户操作呢 我们说在操作系统设计的时候呢 它也没有这样做 它需要在Kernel和这个用户之间呢 还要形成一套什么 一套东西 那么当然了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称为是个保护层啊 保护层呢 现在呢比较流行的叫法 就叫Shill Shill 也就是说最终来说啊 用户是通过Shill 然后呢 才通过Shill和内核之间的一个交互 最后由内核控制了我们的硬件 所以整个Linux系统呢 你可以简单的认为是这样一个流程 当然我们说光有Shill行不行呢 我们说用户啊 你不能说光敲Shill 它可能还有很多需求 比如它要聊QQ 它要下载程序 它甚至来说可能要浏览网页 等等这样的需求 那怎么做呢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在Shill的上面呢 还会有一些什么 一些软件啊 APP 然后用户呢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操作这些软件 也能操作我们的内核 然后最后操作我们的硬件啊 比如说我们要浏览网页 那通过网页的这样一个APP 最终来说呢 是不是也会跟我们内核的网卡驱动 进行打交道 然后最后进行数据的什么 进行相应的呈现啊 所以说总的来说呢 我们的Linux系统呢 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种什么 分层模型啊 那如果要安装Linux呢 同样的我们是不是光安装 这一个kernel就可以了 那很显然 我们是不是也需要什么 就是说你需要 不仅需要kernel 同时是不是也需要上面的shill 甚至来说还需要很多很多什么 软件啊 然后共同安装在我们这台计算机上 用户是不是才能去使用 对不对 而我们的Linux发音版本 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说在我们的一些大公司中 它呢 首先先确定了什么 确定一款内核的版本 然后在这个内核版本呢 进行修修改改啊 因为它肯定会认为这个内核版本呢 可能有些bug啊 那它会进行一定的修改 然后呢 形成它自己的一套内核 然后这个公司的内核的基础之上呢 又把安装一些什么 这个公司特有的一些软件 然后最后呢 把整个这个部分啊 整个这个部分 全部打包啊 然后这个打包过后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distribution 也就是发行版本 所以说所谓的Linux发行版本呢 你可以认为是两个组成部分 一个是这些大公司已经把我们的内核 什么的修改好了的一个一个版本 一个版本过后 然后呢 同时把它把它什么 这个公司所需要安装的一些软件 什么也打包在一起啊 然后共同怎么的作用给这个什么光盘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安装的时候就相当于一次 就把它全部安装完了 所以就是这就是发行版本啊 但我们能不能直接安装kernel 就比如我从网上下了一个免费的kernel过后啊 我自己安装行不行 不行啊 因为我们说你这样的安装 你最终是不是还是需要把什么 这个shell啊 包括其他软件都安装完啊 等以后我们开发版 那个做系统移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啊 我们其实所谓的移植 其实也就是在移植什么 这些部分 只是现在我们在pc中呢 有因为有相应的发行版本了啊 所以我们相当于他直接什么 一气呵成 把我们从头到尾都给做完了啊 所以我们感觉好像在安装一个大软件啊 但其实他也是安装了kernel和什么 和一些shell 还包括一些什么应用软件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什么 Linux的distribution啊 那么在我们现在呢 应该说比较流行的distribution呢 应该有这么几个啊 最出名的应该是也是红帽子啊 红帽子公司啊 它是应该说是我们Linux系统中啊 应该是非常有名的一家公司 这个红帽子公司呢 它的主要的那个应该应用啊 这个服务器领域应该说是应该是number one 就是说你只要说到服务器啊 很多时候呢 我们用红帽子的几率啊 或者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而且呢 它主要面向的就是企业用户啊 企业版本用的比较多啊 当然呢 它作为嵌入式开发来说肯定没有问题啊 因为它本身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问题不会很大啊 然后呢 第二种就是cent OS 这个cent OS呢 在之前啊 其实应该说并不属于红帽公司啊 但现在的呃在我们的那个呃 具体多少年我记不住了啊 但是现在呢 cent OS呢 已经是被那个红帽子公司 相当于加入进去了啊 然后呢 相当于cent OS 现在也是归于红帽公司 只是呢 红帽子这个标签呢 更多是企业的服务器版本啊 cent OS呢 这个标签呢 相当于是开源的免费的啊 红帽子公司提供的一套什么 一套一套那个红帽子的企业版啊 这两个反正就是 如果说我们是正儿八经 企业用你不想追究法律责任呢 你就用红帽子公司使用的那个 呃具有license的这个版本 如果说你是个人用户 或者想只是玩玩一下的话啊 而且又追求稳定想自己改的话 你可以用cent OS 所以这两套软件应该说稳定性都比较出众啊 比那个都比较出众 呃但唯一的缺陷呢 就是界面不好看啊 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面向服务器啊 不是面向于普通的桌面级用户啊 就是他不想追求太绚丽的东西 而我们现在要给大家介绍的 优邦兔呢 应该说他呢 呃 确实从服务器的角度来讲 可能确实比不过这个红帽子和 OS的稳定性啊 这个可能应该还是有还是比不过的 但是呢 他在桌面级的这个操作 就桌面级用户 就比如我们普通用户啊 跟windows相关的那些操作啊 就是比如很炫的桌面 呃然后那个包括一些那个中文支持啊 包括一些软件的支持啊 那优邦兔呢 应该说比上面会做的很好啊 所以说优邦兔呢 是一个免费的啊 桌面级软件 那么这个 在我们平时开发中呢 你这三种软件都可以选择 不存在一定要用哪一个 我们只是呢 呃 从免费角度来讲呢 我们给大家选了一个优邦兔 同时呢 也考虑后期那个 这个Google公司的安卓的更新啊 他可能还会需要很多的一些什么 第三方软件的支持 那么优邦兔呢 对于呃 Google公司来说 他也是一个比较推荐的啊 对于我们下载Google source 中一个比较推荐的一个操作系统 所以说呢 我们用优邦兔也可以啊 但在企业中呢 很有可能你们会接触 红帽子和SentOS 但没关系 其实大家呢 是大同小异的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 呃 不具体说明了啊 然后呢 这个版本上来说呢 一般情况下 呃 千数开发你 没必要追求最新的版本啊 去找一个稍微那稳定一点的老版本 问题都不是很大啊 比如红帽子比较稳定的是五版本啊 但现在其实有 你有七版本和六 六版本和七版本都有啊 然后优邦兔呢 现在就是最新的是14.04 啊 然后那个 其实我们开发来说 10点左右 啊 10.04啊 或10.107都够啊 都够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建议在选择优邦兔版本的时候呢 大家去搜的时候呢 就不光要搜版本号啊 最好搜这个东西 LTS 叫长期支持版啊 长期支持版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 U邦兔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可能就会保 就会保证我们的元啊 是可以什么 可以不断的用 就可以不断的update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安装 安装U邦兔的时候啊 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一下 我们的发行版本 安装的是发行版本啊 不是安装Linas内核 所以这点大家要先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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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